總統是不是不敢查嚴志發 親自聘請的總統府資政嚴志發 遭女黨工指控多次摸腿排臀 但總統府卻說無法調查 嚴志發甚至大動作說要對女黨工提告 總統府要陳時中去查 問題是嚴志發就是陳時中的助選大將 陳時中要怎麼查 當被指控性騷的大佬喊告 近來出面指控性騷案的女黨工 是不是都要隨時等著被告 嚴志發太惡質了 仗者他是搖映自由會的會長 而且他跟他英文的關係是 群同婦女關係這麼好 所以他有恃無恐還提告 那就代表他就對於性騷的受害者 嚴志發你只要敢講我去告你 網友痛罵總統府资政 你這是要告被害人嗎 民進黨說的林容忍 根本是對被害者的爆料林容忍 壓制這些被害人的聲音 也許他用這種提告的方式 可以減少控訴性騷的這些案例 但是沒有辦法真正解決 被害人精神的一個傷害 同樣沒提出證據 黨中央幹部被控性騷 火速請辭道歉 總統府资政被控性騷 總統府說無法查 资政還活大說要提告 性騷案是不是真的 相關人心力最清楚 記者楊潔王志恆台北採訪報導